这部当年的神剧,竟有这么多大咖,张涵宇,潘月明,刘化还有他。 01.2000年。 01.2000年。 那时中国的大片时代还没彻底到来,娱乐圈也还没有被流量和商业失控,互联网在当时普通人印象里总还能和黑网吧关联起来。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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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合所想表达的时代问题。 以最平易近人的方式,讲述生活的真实和普通人应有的态度。 也许所谓清点,就是尽可能让多的人共鸣之、敬之。 02. 住房问题。那时候的房子,真的就只是房子。 导演给全家安排了一个十分拥挤的居住环境,所有的矛盾也都集中在了一起,使得整部剧充满了戏剧张力,以及所有演员精湛的演技,考验演技的长镜头非常多。 而开场时就展现的住房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也会每天遇到的,诸如空间小、隐私性差、受限制、邻居、环保局等,的问题。 甚至为了一米的宽度而大打出手。 这场戏不禁让人想起千里家书为道强的故事,单张大民没有想起长城上的秦始皇,而以一种看似有趣又实则无奈的方式解决,在院子里另盖了一间房,并把院子里的树也盖了进去,从床板中间穿过。 并以此为灵感,给未出生的儿子起了名字。 原来在房子还没有很大金融属性的时候,依然会为房子的问题发愁。 原来每个时代都会有人为了一块力追之地在拼命。 原来屋子可以很小,但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付出很多。 03.感情问题 感情问题是重中之重,贯穿全剧的主题。 第一集便展示了平凡的张大民是如何捕获女神李云芳的芳心,在全家人毕恭毕敬地招待一位即将飞往美国的准女婿,张涵于是,时,她却在因李云芳全家在毛巾厂工作而嫌弃。 最终,李云芳没有嫁给梦想中的美国人,在情绪崩溃的同时,被同一个院子里之根之底青梅竹马的张大民俘获了芳心,认定了自己的归宿,而被前男友详细的毛巾也被大民变成了拿来逗了云芳去偷地雷的道具。 所以有时远在天边的梦想,不如一句有人问你周可温的真实。 而大民家里的一共五个孩子,几乎每个人的情感都遇到过坎坷。 大妹妹张大宇,为喜欢的男人剁了胎,依然在为她准备午饭时,忍不住把两个鸡腿都放在她的饭盒里。 但这也没能换得一个好的结果,花心的人还是花心,出轨的人还是要出轨。 二弟张大军,娶了一个不太安分的老婆,生活上的不安分让他们夫妻辞职做生意,又赔也有赚。 而感情上的不安分,让懦弱的大军在捉接老婆时还被刘化饰演的古三儿给打了一顿。 二妹张大雪,获斯艳氏,和她的男友,潘月明氏,本名是剧中最郎才女貌的一对,就在她们历经波折,即将走世婚姻殿堂时,却一个为使命奔赴灾区而牺牲,另一个因思念成疾而病逝。 这一对苦命鸳鸯的美丽爱情,最终抵补过命运的无常。 而剧中所用笔墨很少的一份感情,却同样震撼人心,来自大明的妈妈。 大明的爸爸在大明小时候因锅炉场爆炸而丧命,大明的妈妈来不及脆弱伤心,全力把兄妹五人抚养长大。 有一级家里因一些矛盾,争执后决定分火做饭,第二天谁都忘了是父亲的忌日,唯有老太太照例拿着酒和猪头肉上供,一瞬间,原本充满裂痕的家又愈合了。 老太太十分心善,之前想追求她的刘道林,她当年婉拒之,却在多年后患老年痴呆时,才无意见道出实情,当年怕拖累她,但看到刘道林终身未娶,她却又觉得对不起人家。 最难忘的一个片段是,老太太罹患痴呆症后,走丢了两天,全家集的团团转,后来警察发现她的时候,居然是在她王夫曾经工作的锅炉场就职。 那个以感情为鸡蛋,牵挂了一生的人,跨越年龄,跨越疾病,甚至跨越生死,也惦记着,你怎么还没回家? 工厂已废弃,记忆仍犹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纵使想逢逢英不识,但十年生死两茫茫,人间一世,依然有你半我心。 04.社会问题 这部电视剧在某种意义上,称得上一部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情色各异的人们,在这二十级的篇幅里粉末登场。 而呼之欲出的,则是种种当时社会遇到的问题。 吸毒犯罪。 社会总有有像张大鸣这样乐观积极的人,也总是有像古三儿一样整日浑恶,狂急意识却又因吸毒等最终自毁的存在。 就业下岗。 就业下岗。 接线的上下班时间在街上闲逛,似乎不感知面困难,而最后当暖瓶场又需要她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小推销员,她还是充满着憧憬的回到了体制内。 阶级差距。 或许是问题较为敏感,也或许是那个时代矛盾还没那么尖锐,在这个问题上本剧显得较为隐晦,但仍看得出来反映了许多社会情绪。 比如云芳的前男友前往美国后也只得从事刷盘子等工作,心里的落差感被张大明一语戳中后,浑身不满。 而最小的弟弟张大国,作为家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并步入仕途后,对家人的态度也多少变得高傲,还打起了官腔。 其中还有诸如家暴,赌博,青少年叛逆,进口奶粉等一系列生活中并不少见的事。 这些问题,看剧中好像感觉是那个年代的印记,但历史的回响,一直生生不息。 05. 人间喜剧。初看这部剧时,感觉就是一部情景幽默清喜剧。 10. 再次重温时,就像败赌了一部优秀的人间喜剧。 10. 虽然剧名叫《幸福生活》,可通看全剧,似乎苦难更多于幸福。 10. 张大明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貌似口无遮拦,段子频出,无比乐观。 10. 但每次遇到麻烦,总是闭而不言,默默在心里盘算。 10. 把生活的苦难都藏在心里,把仅有的乐观向世人奉献。纵使想逢英不识,因为常温常心。 10. 毕竟,剧里剧外,都在演绎着生活的本质。 10. 那些既有美好,也有不堪的真实。 10. のrusis. 10. 光天指尾 11. 遇到从开灵魂把它hind驚这个顺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